《太极图》 我们之前讲的太极图都倾向于表达为平面的 实际上你别忘了太极图的原型是地球 是太阳跟地球相对运动产生的投影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想象为太极球 那你看假如从这个角度看过来 比如东南方 比如春夏之间 比如早上 那么就是阳在外阴在内 假如是一个球体 但假如我从这个角度看过来 也就从西北角度 从上半夜角度 从秋冬角度看过来 就阴在外阳在内 好了 这样看有什么意义 我们看吧 首先我刚才的一页是春夏秋冬阴阳亮 首先有个亮的多少 另外有一个分布里是阳在外阴在内 还是阴在外阳在内 好了 那我们这里看啊 除了春夏秋冬也包含了昼夜神昏 我觉得昼夜神昏的临床操作性会更强 因为不见得每个病都经历春夏秋冬 但是大部分病至少经历一天 那么这一天假如产生规律性的变化 你看这里啊 斜雨发热 多从午后阳气录音开始加重 那举个最典型的 原来我们讲过 斯文 斯文记不记得这个热是怎么样的 生热不阳午后加重 汗出热不解 什么叫生热不阳 发烧 你一开始用手摸它不觉得很热 摸的时间越久就越热 那为什么是午后加重 那实际上是这样 假如我们把斯文分开来 温跟斯 温是阳的 斯是阴的 那我先假设 斯文有发热 我先假设它的基础温度 38度5 好了 假如我们看早上 早上是阳气分布在体表 它容易发散出去 说即便不退烧也不见得会增加 但一到了中午之后 你看就变成这样看了 阴在外阳在内 那个热被外面的丝裹住了 阳气一被裹住一被憋住住在里面 淤而化热 然后可能就变成了39度 或是更高 但是一到第二天早上 阳气又出表了 它可能又降下来 所以午后加重的病 第一个 我们现在见到比较多的 可能教科书提的比较多是阴虚 但是我们南方水多 所以阴虚出现的概率是相对低的 而极有可能是斯文 尤其是感冒 所以感冒的时候 麻烦关注一下发热时间 一碰到这种斯文的概率比较高 因为我这地理太斯了 但是由这个再内推 你们发现我的表达不是说斯 是邪 淤 化 热 那这个邪就多了 你看这个邪 再来一个 阳化气阴成形 只要是有形的病邪 都算阴邪 那有形的有什么 水 诗 谈 饮 还有什么 淤血 还有一个小孩 识 识字 还不识 小孩经常不大便 奋级 虽然难听 这些有形的东西 都容易憋住 憋住什么 憋住了气 别忘了 气属阳 气一憋住 等于局部的气多了 阳热就多 淤耳化热 包括干淤化火也会的 但你注意 假如干淤化火 它纯粹的气瘀 它就不那么常见发烧 它常见可能是什么 手心热 烦躁 或者是头痛之类的 其他的表现 刚才我们表达的 这一溜 发烧 好了 那来了 血 淤 发 热 怎么治疗 你说我能不能用清热药 逻辑上你是热我能清 但是千万别以清热药为主 因为以清热药为主 有个麻烦 寒性灵制 你用太寒的药 它灵制 它更淤 所以以疏通为主 什么意思呢 有水去水 有湿去湿 有淡化痰 有淤火血 有石质消失导致 有粪通变 在这个基础上略加清热药 而不是以清热为主 它的意思有点像 这个防止很热 我们有两种方法退烧 第一种开空调 就是冷气 直接就是以寒清热了 第二种不是 打开门窗 让那个热疏散出去 我再略略开点空调 再来一个 本草重源讲的是药物 西北之人土气敦厚 阳气浮藏 重用大黄 能阳阴而不破泄 东南之人土气虚浮 阳气外泄 稍用大黄 鸡香脾胃 此五方五土 这有所不同 好的问题来了 我们先看西北之人 阳气浮藏 东南之人 阳气外泄 回到刚才那个图 你看 西北之人 阴在外 阳在内 阳气浮藏 东南之人 阳在外 阴在内 阳气虚浮 这是第一个不同 就变成了 东南西北人的阴阳量的分布 是不同的 第二个 我们看看 西北之人 土气敦厚 东南之人 土气虚浮 怎么来的 可能听过两句话吧 天不诸西北 地不满 东南 什么叫天不诸西北 其实这样的 中国的地势是 西北高 东南地 整个地势 西北高 东南地 你看 西北高 你看地高 就显得天低 所以叫 天不诸 地高显得天低 那么东南 地不满 就不用比较了 真的就是地不满 你看看咱们广州 白云山 多高 三百多 才三百多 你好意思用海拔两个字 你看土气薄 要到这个程度 天然感应 土气薄 不是脾气就弱了 你还有个地不满 你除了地气薄 你还有一个问题 水往地处流 巨尸 首先不足 你还巨尸 还不够 你看第三个 刚讲的 羊在外 阴在内 那个阳气又不足 更化不了 所以广东人的基本体质 来到 必须有失 加上昨天讲的 上热下寒 外热里寒 那就是广东人了 所以很多北方同胞 来到广东很纠结 我是北方人 我来广东 我到底算北方体质 南方体质 很简单嘛 两种 你解了符合其中一种 不好意思 半个广东人 两个都符合 共习力 完全广东人 还有假如 女同胞来的时候 飞红粉白的 什么时候皮肤变黄了 广东人 黄色是什么颜色 土跟丝的本色 你都显出来了 回到这里 什么叫重用大黄人 养阴而不破血 其实这句话讲得满 不叫养阴 它是为什么呢 那个大乘气汤的用法 有一句叫做 极下纯阴 极下纯阴是什么 人们复习叫大乘气汤 不是 阳明腐蚀症 阳明腐蚀症 本质是胃肠时热症 好了 胃肠时热肯定 你假如不把那个便秘干掉 就一直伤阴 好了 我用大黄一下卸下了 卸下的瞬间肯定伤阴 但是它的逻辑是 长痛不如短痛 我现在把你卸下来了 你不会继续伤阴 说叫极下纯阴 但极下纯阴真的不能表达为养阴 我只是一样 你从长远岛 算没有伤阴伤的那么厉害 但是你想想 即便是极下纯阴 也仅仅是对中原人 北方人效果好 你南方人你给我试一下 土气虚伏 阳气外泄 刘玄家什么大成气堂 极下纯阴 唯一的结果是一泄千里 所以那种说什么伤寒论的方 那个计量不能改 你看能不能改 你肯定因人因时因地制宜 是最高准则 你不能说我一个方拿到东南西北的人 任何体质的人都适用 一定是修改的 那再来一个麻黄 那我们又看一下刚才这个图 东南方的人阳气在体表凑理疏松本来就容易出汗 你外感风寒我用麻黄来发汗 第一个即便用我量不需要太大 很容易发出去了 西北方的人阴在外阳在内 你对付的是表寒 你看西北的人感冒是表寒 你来这里又是外寒 你麻黄不到量它还发不出去 那我们这边说老实话 麻黄汤我用不用 我真的很少用麻黄汤 我用麻黄汤的方译 我改成什么 境界方风 因为南方人轻轻一了薄就出汗 或者那个夏月之麻黄香炉 我有时用麻黄用着什么的 致麻黄 致麻黄的目的就不是截表了 平喘 是吧 致麻黄有没有用过 用过 不多 一般我起步量就三克或五克 用十克很少 因为南方真的不需要那么忙 你不是因地因时之隐 我们这个单元录完 后面还有什么内容 包括下次我们讲的 挂窑的技术笔 判断 那个是技术含金量比较大的 然后再讲这种上下 然后再往后 还有什么河图乐书 然后跟着上下完了 气急升降 经络 并因中药方济各家学说 怎么用易经的东西 还有一个现在社会上讲了很久 也永远解释不清楚的 《三寒六经》辩证的开合书 所以开合书你发现用文字来表达很难 但是你结合图像 我不能说很容易 至少容易了很多 而且开合书的解法 我看过很多文字版 我发现他们单独 开合书是讲得通的 但是不结合图来讲开合书 它正常讲开一个逻辑 合一个逻辑 输一个逻辑 它的逻辑是融洽度不高 但是你用图来解释 那个融洽度就很高 开合书的好处是 你学完了 你觉得你前面学的什么毛行汤 小柴虎 什么白虎汤之类的 你可以外延它的组织方法 或者你可以合并着来用 这里面就变成了 不是太阳就太阳 少阳就少阳 阳明就阳明 用图来表达 当然还牵涉到一些 易经的剧本的 基本的细节 尤其是在医学的应用 那么在这一车录完之后 我们下来的内容 可能在后面 某些时候我们还会再录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